因為這個主題是自己的選區自己選 就是因為我們的選區其實每個選區 可能人數會差距差蠻大的 那麼現有的選區不知道到底公不公平 那麼本來今天目標是想要做一個 可以讓大家選 先選台灣你要哪個縣市 然後進到縣市之後你要選哪個村裡 等到村裡後你可以再用拖移去選 所以哪個一定想要放第一選區 哪個放第二選區 哪個放第三選區 但我今天花了太多時間 研究第三就是要怎麼畫這個東西 所以這完全不能動 所以我後來覺得今天如果再繼續動這個 應該弄不出任何東西來 所以我就專注在 搶票 也沒有 在資料的整理 那我 是那個搶,那個bootmark 欸沒錯 我已經知道我們怎麼進校到 進校子 沒關係,我講完這個再講搶 所以我後來就是 就是花時間把數據整理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首先就是現在那個 選區的話 比較麻煩是它不是完完全全是依照鄉鎮市區 像這邊列出來幾個 三重區是被畫到兩個選區裡面的 就它有被切開來切成兩個選區 這幾個全部都有 所以本來是有想到這個功能 是不是只要做到鄉鎮的已經就好 後來想不行 因為已經很多是被切開來的 那麼以2012年的數字為例 這五個選區是投票人數最多 後面數字是投票人數不是得票數 所以像新竹縣第一選區 它總共有27萬人出來投票 那我們跟下面最少的五個比 最少的只有五千人出來投票就可以選出一席 平均一人N 27萬人才有一席的價值 在新竹縣第一選區 但是在連江縣或在金門縣 大概只有三萬人或五千人 其實這個政治學有討論過 因為你也不能讓 你不能讓基本跟馬祖至少要有一席 所以這也是蠻大的問題 現在應該還是妥協要最好錢 因為你不能讓他們一席都沒有 因為如果一定是到人口比例 他們一定會沒有 像以前更早就是憲法修憲以前 是一省至少有一席 那個台灣省跟福建省就差很多 那所以後來今天的成果就是 我大概就是把一些比較前五名後五名 那樣整理出來 然後這邊是得票數的 所以像是 那以得票數來講的話 得票數最多就是新竹縣第一選區 徐欣穎 他是得到17萬票 那其實這樣反而變成說 這17萬票的人好像價值就比後面的人低 那種感覺 好 那麼再來就是搶票 我大家都想聽跟主題無關 搶票號 好 好